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老久日不见 您今天怎么大驾光临了 快坐 何小姐 不必了 曹处长别来无恙 我今天来是想知道我女儿梅兰 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梅兰是您的女儿 是父亲的义女 义女 曹某明白了 我想知道梅兰所犯何罪 是这样何老 这个案子比较复杂 现在案件正在调查之中 也不易公开 但是您今天来了 我得劝劝您 这个事情您最好别往里缠合 别人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我女儿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掺和 这样对您没好处 这是威胁吗 不敢 不敢 那好 我想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起诉 这是内部诉证 内部审查 内部定案 内部处理 不起诉 内部诉证也不可以不讲民国约法吧 内部诉证也不能够轻易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吧 如果你们给他安不上什么罪名 你们应该马上释放 何老 我们既然整肃他 就一定有整肃他的根据和理由 你刚才说的民国约法 那是对待老百姓的 我们执行的是 党国内部的规定 不受民国约法的约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好 你们不起诉 我何明阳还要上诉呢 那是你的权利 我要看看我女儿 实在对不起 在这个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谁也不能见 什么 何老 如果您没别的事情 我就不送了 你 爸 我们走吧 走 岂有此理 我听梅兰说 在军法处理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说正是 梅兰她到底犯了什么罪 说是有通共嫌疑 或者更甚 是中共间谍 中共间谍 扯淡 就她那点能耐 还能当间谍 可在她家搜出了暗房 和全套型设备 在她宿舍也发现了照相机 就凭这些 可空袭灯板的事她说不清楚 谁也说不清楚 普遍怀疑 出租了办公室 有可能泄密 我想见见梅兰 你见不着 案件没理清之前 任何人都无权见 我要替她辩护 何大记者 我想你应该知道 在没有法律机构认可之前 你自己想做什么也是白搭 白美 你就看在都是女人 都是朋友的份上 帮帮我这个忙吧 我恳求你了 车后座有军装 你一会儿换上 墨镜 你自己有 谢谢你 美术机关 急审 你们俩先出去吧 把她交给我 是 你们俩先聊 我先出去 何宇 何宇 你来得太及时了 我要跟你报一个内部爆料 我是来救你的 我要什么狗屁爆料 不 你听我跟你说 关于分批释放政治犯 你难道不觉得 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玄机吗 其实释放政治犯 是因为担心 政治犯人多力量大 会形成与政府抗衡的强大势力 所以才批准了代曆代处长 对政治犯的处置意见 他建议对政治犯化整为零 分批释放 原则上是让他们返乡 交给地方上的保安团 和爱护团进行管辖 可是你不知道 那些保安团和爱护团 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 他们会侵扰那些 分了他们家田地的政治犯吗 不会 他们会曝视荒野 无影无踪 还有 对另外一批政治犯 他们不可能按双十二的规定 加以释放 而是把他们秘密地转移到 其他的偏远监狱 你说够了吗 梅兰 我对你这些爆料不感兴趣 报纸上也不会登在 我警告你 从今往后闭上你的嘴 要不然就算是天王老子 也救不了你呢 怎么啦 出什么事了 老赵 我收到一封信 里面写了 分批释放政治犯的阴谋 你快看看 老赵 老赵 怎么回事 坏了 老赫 敌人分批释放政治犯 是个英文 我们上当 不许给利益 阳风子 到 然后后边的人都跟上 是 跟上 来 来 停 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们刚刚被释放的御用 别以为出了笼子就不归我管了 你们不是天天嚷嚷地释放释放吗 这就是释放的下场 自取其辱 自作自受 走 走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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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瘋子 瘋子 八爷 八爷 你跟那个姓张子说 兄弟们 又累又渴 赶紧找地儿吃下去 喝点水 别去 别去 去呀 别去 看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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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了 我还渴呢 告他吧 你当小组为战斗单位 尽烦动手 人火 人火 看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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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火啊 ero 随工 你 润 人火 人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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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n nursery 别管我 你管带着同志们跑 我不能扔下你 快快 狗扔下 对 给那狗砸碎钱金堂带个口信 我田野谢谢他的好意 我们就从这儿去找抗日队我 这个信一定给我带走 你别别 快撤 快快撤 快 快 同志们 约友们 这里就是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了 约也留下的那就跟我们走 约也留下的 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约也下约大尾了 快 快 文子 包华 我就不给你们上山了 我要留下来带领了我的兄弟们 和你们一样 一块收拾小鬼子 今后 你们有用得到八爷我的地方 找我兄弟烧个话了 八爷 保重 保重 八爷保重 保重 走啊 我们走 走啊 我们走 什么 暴动 跑了 老钱啊 你这个娄子痛大了 是啊 初作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什么事都让我赶上了 处长 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初作 我这头疼死了 你头疼管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躲不过 该来的都得来 是啊 初作 我这不是在找您出主意吗 初作 您倒是给拿个主意呀 疏通是一定要往上疏通的 不疏通这道门槛里过不去 那是那是 每次 都是您帮我平 这次 我肯定不会让您为难 您的恩德 我是一定会报答的 老钱啊 眼下这种情况 就得拿张淮说事了 像张淮这种管理方法 监狱早晚要暴动 我就知道初作 心里明白 有张淮在前面给你顶着罪 你的责任 就能削减一半 明白 明白 回去打个报告给我 政治犯十恶不赦 张淮死有余辜 是 谢谢 初作 杨疯子回来了 张文彩和波华他们呢 看样子 暴动应该成功了 太好了 杨疯子破译烂山的 头上还包着绷带 看样子 应该是受了重伤 监狱长正在那儿发脾气 说要毙了他 估计毙是不可能 盼几年行 肯定是逃不了的 真是替文彩和波华感到高兴 他们总算是逃出牢笼了 我觉得 我们也不能坐等郑敏青跟党联系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争取和党早日联系上 早日出狱 对 只有主动 才有希望 这份报告我看过 你们把责任都推到了一个看守长身上 而把自己摘得是干干净净 我要是把这份报告 报告给行政院 只有鬼才将进 主任 前监狱长确实有推脱责任之前 但是据我了解这个张怀 也太自以为是了 他感觉自己是行政院下派的干部 对我和前监狱长的命令 置若罔问 所以才酿成了今天的灾祸 是啊 长官 自从这个张怀到位 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大事小事都是他一个人吧 我这个监狱长 早就行通虚设了 就算是张怀一意孤行不听指挥 那也是你们玩忽之手造成的 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 你们还好意思把自己摘得是干干净净 佩服 怎么了 不敢抬头了 不敢抬头了 把头给我抬起来 几十个囚犯你们都搞不定 我要你们有谁没有 好好反思反思吧 是是 我们反思 我们有错 我们有错 你先下去吧 曹志斋 你先留下 我有件事要问你 是 曹志斋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 给我来了电话 说你们军法处扣押了一个女书记员 有这事吧 主任 是这样的 那天日军空袭 我们处一个同人殉职了 但奇怪的是他死在了我的屋里 他没有我房间的钥匙 可是我房间的门却是开着的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为了防止泄密 我们立刻停止了这个女书记员的工作 让他接受调查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给我打报告 你以为我是钱金堂 龙子的耳朵瞎摆什么 主任息怒 没有报告的原因是 目前这个案子 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楚 所以直下想 待我查清楚了 再向主任报告 你还需要什么眉目啊 我要查清楚这个女书记员是否通共啊 曹之斋啊 你就这样让我回复第三厅吗 你知道第三厅的厅长是谁吗 是共产党郭沫洛 还通共 还通共 国共都合作了 你不知道吗 那有一点总要查清楚吧 曹之斋 你要是有本事 赶紧给我查清楚 要是没本事 赶紧移交代曆通不住 明白 是 报告了 这是我们协为组织的材料 请一听托人送到南京八路去曼日处 请一听托人送到南京八路去曼日处 你干嘛呀 是你 你以为谁 你九仪泰吗 什么九仪泰不九仪泰 满嘴狐 没点体统 你不 你怎么了白眉 白眉 白眉 你怎么了 这就是你的体统 现在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三个月了 马上就要先怀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呀 我都要后悔死了 你说吧 怎么办 白眉 白眉啊 现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呀 你是不是个男人 小声点 小声点 我告诉你 你要是拿不出办法 我就把这件事吵了满个男生上都知道 孩子是你的 是你曹芝摘的 小声点 原行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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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 老大 老贺 快坐快坐 怎么在 快坐 快坐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是这样 政治犯们被释放了一批 转移了一批 现在又和军事犯要分开 说什么病笼 病笼子好啊 这样的话 咱们大家伙又可以在一起相互照料 阴谋 这是敌人的阴谋 我们必须起来斗争 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 不把它斗垮 抗战不能形成 我们也不可能提前出狱 我早已做好思想准备 把牢底坐穿 李白水 抗日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利益 这点你不否认吗 对 无产阶级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 也为了本身的利益 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日 这个观点你觉得对吗 对 完全对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无产阶级发动全国人民 迫使国民政府起来抗日 这个说法你说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说只有斗垮国民党 抗战才能形成呢 这是我说过的 同志们 我这个人 平时头脑爱发热 考虑的东西 没那么仔细 没那么全面 我看你头脑不只是发热 是烧糊涂 我告诉你啊 不用你坐穿脑底 打 一定会来救援我们的 今天不是审问 是谈话 坐下 坐下 好 不 坐下 珍稚科和预审科 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还是想问一问你 为什么防空警报响了以后 你不到房空洞躲藏 却留在地面上 我醒来晚了 跑房空洞来不及 并没有想太多 你进过办公楼吗 我进办公楼干什么 你进了办公楼 趁着没有人 进了曹处长的办公室 并且实施了盗窃 胡说八道 那你怎么解释 曹处长办公室的门 被人打开过 办公室的钥匙 只有你和白秘书有的 那天白秘书一直躲在防空洞里 我不清楚 如果没有人用钥匙 打开曹处长办公室的门 难道门会自动打开 岂不是见鬼了 你是御审科长 答案应该由你做出 你问我门是怎么打开的 我怎么知道 那我再问你 我不知道不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了 你告诉我啊 你购置了大量的摄影器材 在家里又装了暗房 目的是什么 我喜欢摄影热爱摄影 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敢公开你的爱好呢 在军法处没有人知道你喜欢摄影 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有照相机啊 你向同事们隐瞒你有照相机的事实 目的是什么 我的爱好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吗 我愿意让谁知道让谁知道 我不愿意让谁知道 谁也管不着 民法通则里面 难道没有保护个人隐私 不受侵犯的条例吗 爸 您可得救救梅兰啊 她可是您的干女儿啊 抓梅兰就是在打您的脸 说梅兰偷了保险柜里的东西 她既没有保险柜的钥匙 又不懂得保险柜的使用 她怎么打开保险柜呢 定罪没有 没有 但是也没有要释放的意思 听说要转给戴笠处理了 那还了得 那还了得 我明天马上去下武汉 找一下陈诚 陈诚 陈诚 他官聚 国军总征着部主任了 平时有素有连接清明主臣 我找她是谁 或许有些作用 周李泉 是敌人的凶恶英权 是潜伏在军人监狱的卧底 他的存在 对天明他们的威胁太大了 可是怎样 才能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天明 难啊 难 警长 警长不好啊 南京八路郡办事处来有人了 谁 南京八路郡办事处 甭理他 现在国共合作 不理不好吧 那你就跟他们说 我们这儿的政治犯权都释放了 他们调查得非常清楚 民单都开来了 就这些人他们还抗日 警长 我们合不就抗日二字来做做文章呢 怎么做 林翔啊 世人都怕死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老居然还活着 眼看就有出头之日了 就可以鼓入团聚这时候 谁愿意去充当炮灰啊 这二十多个政治犯当中肯定有人不愿意 我们只要拿到他们的签名 把名单交给八路郡 看他们怎么办 这能行吗 不行也没办法呀 谁让权力在我们手里 那有什么问题呀 好吧 你把人集合起来 我去做动员报告 另外 准备两张桌子 每张桌子上放上纸和笔 是 报告 进来 建议长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 给赵天明寄来一封信 里边有两百封钱 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 马上准备去 是 关于你们释放的问题 上面正在研究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劈下来了 到那个时候 你们就可以回家团聚了 这么多年以来 你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妻子 受尽了颠沛流利之苦 兄弟我也很同情 英雄致短 儿女情长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现在 形势变得很严重 战争打起来了 日本人的炮火很厉害 飞机大炮每天轰炸 唐克中架车到处乱出 上海几尺后的钢筋水泥大炸 都一处击倒 你们是愿意回家团聚呢 还是愿意到前线去拼命去抗日呢 愿意到前线拼命抗日的 我们是愿意到处乱出 我们是愿意回家团聚的 愿意回家团聚的 愿意回家团聚的 到前面来 签字 我们每个人 发给你们回家的路费 玩什么把戏 管他玩什么把戏呢 原地不动 都不动 都不动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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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难道你们都不想回家吗 报告 我们是因为北上抗日被捕的 在这里受了这么多年苦 现在你们号召我们去抗日 我们当然要去了 你们真不想回家呀 家 国都没了 还贪什么家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样的话 你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身体又这么差 我真不想先回家看看 就那么着急上战场啊 太可怜了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heroes 我现在会在某个历导前 你不都在某个历导前 就会在某个历导前 你去测试对我 我去去鞋导前 你去鞋导前 我去鞋导前 就了 我去鞋导前 在鞋导前 看你出这个馊主意 谁想的就是王八吃成佗呀 那你说怎么办吧 怎么回复八路军班上说 郑敬卿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以八路的名义 直接和他们同行 够厉害的 你给八路军办事处写封回信 说回复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我愈之政治犯 结不愿意抗日 都愿意回家一骚生涯 我愈你就地释放 释放 想要释放没那么容易 那他们找来怎么办呢 他们不是会找吗 他们来找的时候 南昌军人监狱这块牌子 没了 连门头都取消了 他到哪儿去找啊 这些信 是不是要还给他们 当然还 但是 我要换一个还法 其实 您比我聪明 我和曹处长 逆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决定派你去执行 这是你这次开展工作的本钱 明白 赵天明 过来一下 这个看守走得这么面生啊 是通过张华大当开手了 兴愈就愈起 这人马一段时间了 总在旁边站着 人老是拔脚的 好像不太重要 八路军办事处给你寄的信 还寄了两百块钱给你们 谢谢啊 还有这个 这是郑婷婷写出来的 御方一直扣着 是我给拿出来的 谢谢 不客气 别跟别人说这些信 是我给你的 这可是我在书发时发现的 抽出来的 大人 需要回信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带出去 谢谢 暂时不用 喂 你好 军法处 哦 是 好 总政治部 陈昌主任的电话 我是曹主任 你关了个叫梅兰的书记员 有这回事吗 有 有 这个事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整件事情我都做了了解 你凭什么说她是痛共的 主任 你有所不知啊 在她的家里 我们发现了一间暗房 在暗房里查到什么了吗 就是照片 那照片上有问题吗 照片没有问题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一个女孩子搞个暗房 找些照片 那只能说明是她个人的爱好 非要把一个人的爱好 和共党的政治阴谋 联系在一起 那我们这个中华民革太可怕了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不是 不是 还是有一些疑点 不单单是这个原因 这个女孩子身上 还是有可疑之处 是保险柜的问题吗 那女孩子有保险柜的钥匙吗 没有 既然没有 她如何看得了保险柜 这个 我们正在查 正在查 查什么查 谁有钥匙你找谁查去 给你三天时间 我听消息 同志们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给我们来信了 快点见 赵天明同志 并全体难有同志 从初狱统治处了解了你们大概的情况 除其狱深切的同情之外 并向你们置于慰问之内 请其将在狱中的名单写清楚 并联系本处 以便向国民政府进行交涉 另外 记上两百元钱 给你们零用 暂不多许 此之敬礼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十月八日 我们找到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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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们找到打了 关键 我们找到打了 我们找到打了 警察 老长 老贺 赚点时间你出费名单来 交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放心吧 交给我了 住宝贝 这个就是我保险柜的钥匙 里面除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资料以外 有珠宝玉器 有美元 有法币 最重要的 有金条十二根 这些东西 你要好好保管它 因为这是我们退休以后 生活的资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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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所有的笼笼都打开 赵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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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醒醒醒 赵天明 干嘛呀 你们大家 都醒醒 都醒醒 快 都醒醒 大家 怎么回事这大半夜的 要出发了 出发 去哪儿啊 听说是要要转移 啊 格鲁奴的门都听着 情况紧急 不复南京失线 日本人离此地已经不远了 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们要立即转移乡下 报告 报告 进来 这么晚了 您找我什么事啊 钥匙 什么钥匙 保险柜的钥匙 你自己不是有吗 我的是我的 我要的是你保险柜的钥匙 交出来 我怕丢 放在宿舍了 我这就去给你拿 你不相信 站住 金条呢 没有